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来详细地介绍一下美国对于虚拟币的经济制裁的情况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由于中国的监管对于虚拟币整个的交易链条和产业链有一个重拳出击 那么目前大部分的这种产业链已经转移到新加坡 所以我们也会对于新加坡对虚拟币交易的经济制裁有一个初步的介绍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介绍美国针对虚拟币交易的经济制裁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字货币和虚拟货币之间的区别 那么数字货币的定义是广泛大于虚拟货币的 那么数字货币它其中是包含了虚拟货币 另外它也包含了法定货币的数字化 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主要是关注虚拟货币 那么关于数字货币当中的法定货币 我们在此就不多加以介绍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对虚拟货币交易进行加强制裁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从原理上来看的话 虚拟货币确实已经脱离了国家的这种主流货币的监管相关的政策 所以就是你通过这种加密货币交易的方式 完全就是主流的金融机构无法 完全无法对你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去进行追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美国政府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惶恐 因为美国针对传统的这种经济制裁的国家 是有一整套的流程和体系的 那么如果你能够通过虚拟货币的交易 能够轻松地规避掉美国的经济制裁的情况 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能看到 就是美国对于虚拟币的交易打击的范围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要继续的 就是涵盖它对传统的经济制裁的政策 对于传统的这种被打击对象继续进行打击 其次呢就是要防止网络犯罪和网络攻击 那么我们目前也看到确实是 各国有一些国家专门有一些黑客 他们会去攻击交易所的这种网络 然后达到这种窃取货币的目的 第三个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 比如说包括反商业贿赂 然后反洗钱 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三个目的 然后美国的监管机构要重点打击虚拟币交易 那么虚拟币的交易是一个新鲜事物 那么是否有归可循呢 那么我们发现呢 美国的监管机构从2018年的时候 就开始对虚拟币交易去进行规制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经济制裁 传统的机构就是美国的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那么他们是在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办公室 我们把它简称OFAC 那么经过查询 我们发现OFAC从2018年的时候 已经关注到了虚拟币交易 那么从2018年3月份到11月份 这么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内呢 总共出了11个跟虚拟币相关的指引 那么它是以这种问答的形式出现的 我们在PPT当中呢 也列到了它涉及到的这些问答 此外呢 我们也关注到在2021年去年的时候 美国OFAC专门针对虚拟币的交易 出了一个合规指引 那么在这种合规指引里面 对于交易币的这种相关的行业特色 以及OFAC关注的重点的 这种制裁的行为 进行了非常细化的规制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虚拟币交易并不是法外之地 虚拟币交易有制裁案例吗 那么当然是有的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 从2018年到2022年之间 OFAC总共有13个处罚案例 其中三个案例涉及到中国 七个案例涉及到俄罗斯 一个案例涉及到伊朗 两个案例涉及到朝鲜 那么总共的现在呢 就是OFAC已经把376个 虚拟币的交易钱包的地址 放到了S10清单里面 从这个处罚案例上我们来看 可以看到OFAC 现在在虚拟币的交易过程当中 依然是沿用了它传统打击的这种国家 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呢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一直是它长期打击的对象 那么随着最近这几年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我们发现美国的经济制裁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越来越严苛的 那么上述的制裁呢 都是针对国外的国家 或者是国外的公司 那么美国人对自己会下得了狠手吧 那么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啊 就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 OFAC与四家美国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那么为什么会达成和解协议呢 必然是因为这四家美国公司有违反美国经济制裁 尤其是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违反美国经济制裁的情况 所以呢才达成了和解协议 那么目前呢这个和解协议 达成的和解协议的金额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金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虚拟币交易 具体的涉及到刚才前面我们提到 总共有13个案例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13个案例的情况 那么OFAC对于虚拟币的交易 第一个案例出现在2018年的3月份 因为大家知道哈 委内瑞拉是属于OFAC长期打击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 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发了一个行政命令 在这个行政命令上 他禁止美国人去买 委内瑞拉的发行的这种石油币 这个石油币就属于这种虚拟货币的一种 那么为什么会禁止美国人去买 那个委内瑞拉的虚拟币呢 就是因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 是长期的这种制裁的 那么如果委内瑞拉通过发行虚拟币 来逃避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美国人认为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OFAC 对于虚拟币制裁的一个情况 OFAC在虚拟币的第二个制裁的案例 涉及到了伊朗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OFAC把两个伊朗人加入到SDIN清单 那么同时又把两个加密币的钱包地址 放到了SDIN清单当中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是美国第一次把加密币的钱包地址 放到SDIN清单当中 以备各方去进行相关的查询 OFAC针对虚拟币的第三个案例 发生在2019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案例就涉及到了中国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其中有12个中国人设计到认为 就是涉及到了贩毒 那么在贩毒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毒资 就是通过传统的银行 去进行相关的转账 所以他们在贩毒的过程当中 使用到了这种虚拟币去进行支付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 OFAC把这12个人 及涉及到的相关的钱包地址 也都放到了SDIN清单当中 虚拟币的第四个制裁案例 依然是涉及到中国 那么其中是由两个中国人 协助伊朗的黑客 进行虚拟币的洗钱活动 那么OFAC曾经发布过一个调查 就是朝鲜的黑客长期以来 就是通过网络攻击的方式来窃取虚拟币 然后把这个虚拟币窃取回来的虚拟币 用于它的国内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 朝鲜的黑客总共窃取了 1亿美金的虚拟币 那么其中这两个中国人 是协助朝鲜的黑客 把这个虚拟币换成法定货币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除了这两个中国人被加到SDIN清单之外 还会也会涉及到了一些虚拟币的钱包地址 被放到SDIN清单当中 这前面的这几个案例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说这些案例的犯罪 仍然都是说是属于美国传统的 这种制裁打击的项目 只是说它在支付手段上 使用了那种加密币 来规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来 就是说美国在这一块的态度 还是很坚决的 无论你使用哪种技术手段 只要你违反了美国相关的经济制裁的相关的规定 都是要采取一样的手段去进行打击的 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针对加密币的打击 总共有四个制裁案例 那么其中有两个制裁案例 是涉及到俄罗斯的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是非常的紧张 那么美国也一直声称 俄罗斯通过各种活动 通过各种网络攻击活动 来干扰美国的大选 那么其中有两个案例 都是认为俄罗斯通过这种 网络活动来干扰美国的大选 那么其中涉及到支付部分 就是会涉及到加密币的一些交易 所以在这些案例当中 美国一直持续性的 去针对俄罗斯进行相关的制裁 尤其是涉及到加密币方面 也会进行相关的制裁 除了传统的对于朝鲜 伊朗 俄罗斯的打击之外 我们也看到 美国对于加密币的打击 仍然是包括对它本土国家的 就是本国美国公司相关的一些制裁的一些活动 那么我们来分析 美国对于它自己本土的公司的一些制裁活动 我们能看出来 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么针对其他国家 就是比如说直接把这些人放到SDN清单里面 然后把他们的这种加密币的钱包地址 直接放到SDN清单里面 那么针对美国公司的话 我们发现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么目前针对这个美国公司的和解金额 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金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 就是说为什么说针对美国的公司 是用和解的方式来进行 针对其他国家用的是这种 直接去对你进行制裁的方式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的公司 他们还是想尽量的遵循美国法的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么他们会采用自我披露的方式来进行 跟OFAC去达成和解 因为你一旦达成和解的话 就不会走到后面的这种 涉及到非常严重的明示罚金 或者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一步 我们来分析这几个和解的案例 我们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些公司会违反 美国经济制裁相关的规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在对于自己的客户 去进行交易和审核的时候 没有能够做到完全的KYC 那么它的KYC程序没有能够完成 没有不能够符合美国OFAC 和相关的一些规定 就比如说那么你在KYC程序 做得不太到位的情况下 那其中有一些交易 就会涉及到传统的这种敏感国家 比如说伊朗 克里米亚地区 俄罗斯 朝鲜这些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跟这些客户 去进行了相关的交易的话 OFAC就会认为 那你是违反了现行的 美国经济制裁相关的规定 所以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处罚 美国对于虚拟货币交易的制裁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是越发趋炎的 那么在今年的话 从今年3月份 截止到今年的10月11号 中间已经有四起的 相关的制裁案例 就在本次视频刚刚录过的 这个昨天 就是在今年的10月1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OFAC已经跟一家新的美国公司 达成了和解协议 那么和解金额达到了2400万美金 那么这也是和解金额 目前来看和解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说OFAC现在对于虚拟币的发展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焦虑的 那么它觉得就是虚拟货币 这种技术 或者是发展的越来越快 那么它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一定要坚持去把 OFAC的经济制裁相关的规定 能够在虚拟货币交易当中 能够完全地铺展开来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谁应该来和OFAC的规呢 因为前面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OFAC它是有传统的 这种经济制裁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么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哪些人应该来遵守 OFAC的相关的规定呢 首先冲在前面的依然是美国人 在美国方向下叫US person 那么我们对US person的定义 不要做过于狭窄的理解 以为就是US person只是一个自然人 实际上的话 US person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呢是指美国人 以及有美国绿卡的相关的一些人 那第二个呢就是指 在美国依据美国法设立的公司 第三个呢就是说 依据美国法设立的公司 就是美国的公司 在海外的这些分支机构 都是属于美国人 所以我们要对美国人 做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 除了美国人之外呢 大家知道就是美国的经济制裁 一直都是有长臂管辖的原则 那么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长臂管辖原则 依然是贯彻在虚拟币交易的制裁活动当中 那么跟美国有连接点的非美国人 依然是需要去遵循OFAC的相关的规定 尤其是在虚拟币交易过程当中 也是要同样的遵循 如果说一个非美国人 你进行的这种虚拟币的交易 会导致一个美国人 违反OFAC的相关经济制裁 的相关的规定的话 那么它也是禁止的 但我们再翻到前面 就是说看前面的一些处罚案例 我们也能看到 其实OFAC它处罚的 除了美国公司之外 也包括其他的公司 对吧 就是包括其他国家的这些公司 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来 就是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长币管辖原则 依然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虚拟币交易有一些强合规的一些要点 那么虚拟币交易的强合规要点 主要分为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你在对这个客户去进行交易的时候 你都需要去遵循OFAC相关的一些规定 就比如说OFAC在传统的经济制裁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 那你需要就是如果在一定的情况下 你触发了这种报告义务 那么你实际上是需要去进行相关的报告的 那在虚拟币交易过程当中 依然需要遵循相应的报告的这种义务 而且呢就是你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需要去关注到 那么你交易的这个钱包地址 是不是落入到美国的ISDN清单当中 虚拟币交易的第二个强合规要点呢 就是你依然是要遵循 对虚拟币的客户去进行KYC程序 那么在KYC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了有可疑的交易对象 你要拒绝跟他进行交易 并且要进行相关的可疑交易的 一个报告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虚拟币交易 它跟其他的交易不同的一点 就在于OFAC它会强烈要求你 对于你的交易对手 去进行他IP地址的验证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IP地址的验证啊 因为在传统的这种金融制裁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要配合提供很多的材料 但是如果说在这种虚拟币的交易过程当中 你没有办法知道跟你交易的对手 他现在在哪里 他人在哪里 他是哪国人 对吧 那只能通过这种IP地址的方式 去进行筛选 那么如果这个IP地址 落入到了传统被制裁的国家 比如说像克里米亚地区 或者是朝鲜 或者是伊朗 那么你需要对这个客户去进行进一步的KYC 可以把它标为红旗客户 那么第三个强合规要点呢 就是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你依然会面临你的资产被冻结 因为如果涉及到就是在KYC程序当中 如果发现呢 就是你这个交易是 落入到美国的SDN清单制裁的过程当中呢 你仍然是需要对它的这种资产去进行冻结 但是我们在这一块 就是会让普通的这种加密币交易对象 会面临一个风险啊 那么这个风险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这个交易所 你选择交易的这个交易所 本身它的合规工作做得不太好 就会导致这个交易所本身会被处罚 或者是说这个 在这个交易所里面交易的 所有的这种交易全部会被冻结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去进行交易的话 那你的这种资产的交易 也会面临被制裁的 或者说被冻结的这个风险 另外呢 它还会面临你的信息 会被对外披露的相关的一些风险 违反美国的经济制裁的相关的规定 去进行交易啊 仍然会面临美国传统的经济制裁的 相关的一些处罚 那么它的这种违规后果主要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 就有可能会把你加入到ISGIN清单里面 对吧 就前面的一些案例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被加到ISGIN清单里面 那么如果这个人被加到ISGIN清单之后 他基本上要脱离自己跟金融世界之间的联系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会把一些交密币的这种钱包地址 放到ISGIN清单里面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会面临到一些罚金啊 这个其中这个罚金 包括民事罚金和刑事罚金 那么这些罚金如果涉及到自然人的话 那么你如果交纳这个罚金的话 必须要以你自己的资产去进行交纳 不太可能你比如说我说 我认为我是这个加密币公司的一个员工 或者是我是这个加密币交易所的一个员工 那么我被制裁了之后 如果说OFAC要求对我征收 民事罚金或者是刑事罚金的话 有单位可以来帮我支出啊 这个是不可以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除了涉及到民事罚金 或者是刑事罚金之外呢 还有最严重的情况下 还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监禁 那么所以呢 就是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违反美国经济制裁的相关的规定 它的这个处罚是跟美国传统的 经济制裁的处罚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作为虚拟币交易链条当中的 任何一方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到合规 才能够符合OFAC相关的规定 然后才能够避免OFAC对我们去进行处罚呢 在这个时候 OFAC在除了加密币交易之外 之前OFAC是出过一个这种相关的合规指引 那么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OFAC依然认为 它前面出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指引 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虚拟币公司 去进行相关的风险防控的 那么这个合规架构呢 它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 就是反复会强调的 叫做管理层的承诺 为什么会有管理层承诺呢 这个就是说 那么你在公司里面要推行合规架构 首先是需要领导支持的 没有领导支持 这个事情肯定是做不了的 对吧 所以呢 高管的承诺 管理层的承诺 永远是放在合规架构当中的第一层 那么有了高管的承诺之后呢 领导的支持呢 之后呢 第二个我们就要需要去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 那么要来评估公司 在整个的业务 主要会存在哪些重点的风险 那么有哪些重点的风险领域 需要去关注 那么进行过风险评估之后 相应的第三步就需要去做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就包括 那你要去建立相应的制度 能够去把前面风险评估出来的 那种高风险的领域 去把这种风险给化解掉 那么所以呢 就是内部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程 那么在把相关的内部制度建立好之后呢 第四步就需要去进行测试和审计 所谓的测试呢 就是要把你前面的制度搭建好之后 我需要去看 这个验证一下 这个制度是不是有效 那如果它是有效的话呢 我们这个制度就可以继续去保留 那如果这个制度发现有漏洞 需要去查缺补漏的情况下呢 那么你就要去对这个制度 去进行相应的修正 这个是叫测试环节 那么做完测试之后呢 还有审计环节 那么审计呢 一般会聘请外部的第三方机构 去对于公司内部的这种审计的工作 做的怎样去进行相应的审计 我们经常见到的 就是会有外部的第三方机构 会对公司的合规情况出一个审计报告 或者是出一个年度的审计报告 那么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会发现 在合规工作当中有哪些问题查出 或者说是有哪些漏洞 那么在这个审计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起到查缺不漏的作用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需要去进行培训 那么无论是对于公司高管的培训 对于公司业务层面的培训 还有包括对公司全员的培训 通过培训呢 第一个就是能够让大家意识到 这种合规的重要性 第二个呢 就是在业务实操的过程当中 对于具体业务的风险 需要怎样去进行操作 所以呢 培训是一个增加公司合规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那么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也依然需要通过这样 形成这样一个完美的闭环 来就是搭建这样的一个合规架构 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来控制风险 那么在我们的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搭建合规相应的合规架构 它对于整个链条上的公司 都是有要求的 就比如说包括虚拟币交易的这种 科技公司 然后包括交易所 然后包括一些支付机构 包括这种挖矿公司 在整个链条上的公司 OFAC都建议你去搭建 这样的一个合规架构 那么有一些公司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花 这么大的一个精力 在公司搭建这样一个合规架构 OFAC为了鼓励相应的公司 去搭建这样一个合规架构呢 它会给你一些优惠政策 就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在我们通过 就是对以往案例的研究 我们就发现 如果一个公司 它有相应的合规架构 而且这个架构是有效的 是一个完善的合规架构 那么OFAC在量刑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给你减刑 那么减刑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在我们来看的话 经常减刑幅度会给你打五折 比如说 那如果在一个违规行为当中 本来应该对你罚款100万美金的 那么如果因为你有了合规架构之后呢 它有可能对你的罚金 就会降到50万美金 那么还有对一些刑期的 对于比如说 你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有相应的合规架构 公司能够证明 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合规架构 那么出现这种违规行为呢 是由于员工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把这种员工的个人责任 和公司的责任进行摘开 那么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 是由这个员工他本身造成的 他因为没有遵诉 公司相关的内控制度 他自己造成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 对员工去进行处罚 然后从而避免对公司进行处罚 所以呢 整个合规架构的搭建 是对于公司来说 是非常有好处的 最最重要的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在将来 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 能够减轻对你的刑罚 在整个合规架构当中呢 其中第一步呢 是做到管理层的承诺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到 所谓的管理层承诺 是一定要需要领导支持 做这个事情 那么在合规架构的 搭建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领导 做哪些支持呢 主要是分为人 钱 物 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 那么根据OFAC的要求呢 如果你搭建一个合规架构 你在公司是需要设置 合规官的 这个合规官主要是负责公司 跟经济制裁相关的 合规的工作 那么光设立这样一个合规官 他如果是作为一个 光感司令也不行 那你还需要去给这个合规官 去配备相应的 有资质的这种合规人员 跟他一起去进行工作 那么在人到位的情况下 下一步呢 就是权 那么你的合规部门 组建了之后 你有合规官 你也有相关的合规人员 那么如果说这个部门 他在没有职权的情况下 他还是没有办法 做到合规工作的 首先呢 就是OFAC 他会要求合规部门 要有独立的职权 可以去开展调查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合规官 他在一个公司里面 非常常见 如果说他没有独立的调查权 他没有独立的机构 如果你想要去调查业务部门 因为一般一个公司来说 他的业务部门 是他最主要的盈利的部门 相当于是在公司里面的老大 那么你如果说 你作为一个合规部门 你想去调查业务部门 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权利的话 还是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就是在管理层 要给合规官及他相关的合规人员 要有充分独立的这种职权 第三个呢 就是有了人 有了权之后呢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物 那么这个物呢 主要是要看 你在这个合规工作当中 你投入了多少资金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资金 去进行这种合规工作的话 那么基本上 你这个合规架构也是一个死的 那么在虚拟币 叫虚拟币行业 其实呢就是在物的投入方面 你是需要去进行 大量的金钱投入 去进行这种黑名单的检索 尤其是对于IP地址的检索 和IP地址的追踪 甚至现在OFAC会鼓励 希望他能够去进行这种 加密币的这种交易的 追索的这种软件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花 大量的钱来完成的 所以呢在管理层这一块 就是说要充分的 这个给予人钱物相关的支持 这个是管理层相关的主要的职责 我们在获得了管理层承诺的时候呢 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去 对公司的业务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 那么这个风险评估 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在通过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了解公司的业务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业务是属于重点的风险 重点的风险区域 或者是重点的风险人员 然后这种业务模式的主要的风险点在哪里 那么你只有进行过这样的充分的风险评估之后 你得出一个结论说 我们找出我们最主要的应该防控的风险点在哪里 去建立相应的这种制度 才能够有效的把这个公司的风险去进行控制住 所以OFAC在于风险评估阶段呢 它一直是鼓励公司可以设计出一个适合公司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风控体系啊 就是你不能把别的公司的这种相关的风险评估 或者说你把它相应的制度完全拿来造钞 拿过来之后呢 你发现它并不符合公司实际的情况 没有能够把公司最主要的风险给反控住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那么所以呢 这种风险评估的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风险评估呢 然后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呢 你首先可以就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发问卷的形式 先在业务部门先摸查排查或者是了解一些情况 其次呢 你可以去对业务部门或其他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业务的轴访 访谈 去让他们介绍他们的业务的一些情况 第三个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随机抽查的方式去看 就是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遵守公司相关的一些合规的一些制度 或者说日常流程的一些操作 那只有通过这几种方式 然后把公司的这种主要的这种风险给摸排查 排查做好 在做完了风险评估之后呢 第三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内部控制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哈 就是内部控制它主要还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是你如何要建立一整套内部的一个制度体系 能够把你前面发现的这种风险去进行有效的防控 在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根据OFAC的建议 他认为那么在我们整个虚拟币交易的过程当中 最主要的风险点会在哪里呢 它主要是依然是前面我们提到了 就是你这个IP地址 你怎么样 因为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你怎么样去做到把你的这种跟你交易的对象 它到底是不是属于OFAC制裁的对象 去把它摸排清楚啊 主要的风险点会关注在这里 所以呢 他会建议公司啊 虽然他就是讲到说我们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你公司 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啊 外部的检索软件 但是呢 我们认为这种外部的检索软件啊 是能够协助你去进行这个啊 内部控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你就比如说你在KYC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相应的就是黑名单检索的这种系统 对吧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比如说在做这种KYC的过程当中 对于针对自然人用户 他会要求你提供相应的一些信息 包括他的各种的身份信息 那么针对这种啊 就是公司的客户 他也会需要你提供一整套公司相关的这种信息 来帮助你做这种KYC程序 那么其次呢 他会要求你做一个地理位置的这种 IP地址的追踪的一个软件 那么IP地址追踪的软件呢 就能够保证 让你能够知道跟你交易的这种对象 他的这种IP地址到底在哪里 当然在15的过程当中 OFAC也发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啊 就是会有一些人用这种VPN的方式 去跟你去进行交易 但这个时候呢 OFAC认为 你如果说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么你就要去对他去进行合理的怀疑 他有可能是用了 VIP的方式去改变了他的IP地址 比如说跟你交易的这个对象 他今天他的IP地址出现在美国 那么明天下一次跟你交易的时候 他的IP地址出现在日本 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进行高度的怀疑了啊 就是你看 他的IP地址老变来变去 那么有可能呢 他是用VPN上网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把这个客户标为Red Flag 就作为一个红旗客户 去对他进行生产 那么针对红旗客户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就比如说这个客户 他在之前跟你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他给你提供了一套 他的这种联系方式 他的一些身份的信息 当然随着这种OFAC 如果说比如说他的这种 制裁名单增加 那么我现在要求他给我提供他新的信息 这个时候他拒绝给你提供 还有包括一些公司 那他之前给你提供了一套材料 那么现在由于就是 要给他提供新的更新材料的时候 他给你拒绝 这个时候都属于是Red Flag 都是属于红旗交易 你需要去在他头上插一把红旗 然后呢去对他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深挖 然后去判断这个 躲在这个IP地址 或者说躲在这个客户后面背后 是不是有被制裁的人士 关于第三个内部控制呢 OFAC也会提示到 就是说那你在进行日常筛查的过程当中啊 也要会注意到 就比如说他有一些名字的这种 大小写的方式 然后呢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名字 然后他如果是中间有没有空格 那也有可能会关系到你本身 你做的这种KYC的效果 如果说 在SDN清单当中 它是一长串的一个制服 就是比如说把很多的这种地址啊 它中间就是全部写在了一起 中间没有任何的空格 那么你自己的这种KYC检索的程序 如果没有办法去把这样相关的这些地址 或者是写在一起的实体给它分开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查别 它的大小写之间的差别 然后从而导致你本来这个 它这个实体是在SDN清单当中 但是因为这种打小写的方式 或者说这种输入法的方式 导致你这个客户 你没有把它检索出来 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会被受到那个OFAC的处罚的 所以它对于这种检索软件和检索工具 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关于内部控制 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提醒注意的 就是OFAC认为 公司要定期的去进行look back 就是要去进行那个回看 那么其实在中国 我们把它叫回头看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也会有一些 很多回头看的一些项目 那么在OFAC呢 它认为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 这种新老的客户 尤其是纯量的客户 你要不就是要定期的 去对他们去进行回头看 然后去再去查询一下 他们当时跟我们 进行交易的时候是一种状态 那现在它在再次交易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 最近某一段时间内 你要对它去进行 重新的查询 看看它的IP地址在哪里 看看它的实体 相关比如说它的名称啊 或者地址啊 有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如果是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落入到被制裁的这种范围之内呢 那你需要去对它去重新的审核 讲完了内部控制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看你这个内部制度 有没有有效 那么就需要通过测试和审计的方式来进行 那怎么样去进行测试呢 就是那你就需要去不断地看 那么你前面购买的这种检索软件 它是有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然后呢 你要对你之前的这种存量的客户 去进行相应的查询 然后如果说呢 发生了这种相应的违规事件之后呢 你要开展内部的调查 然后在进行完内部的调查之后 如果你发现有一些违规的事项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 像OFAC自我披露 去报告你现在有可能有这些违规事项 如果你选择自我披露的情况下呢 OFAC认为你确实内部 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制度 而且呢 就是你属于这种怀着良好的心态 发现了违规行为 尤其是不是故意的违规行为啊 而是那种疏忽大意导致的违规行为 那你通过内部调查 调查清楚之后 你去向那个OFAC去进行自我坦白 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接到了这种自我披露之后呢 他可能会去进行 再进行调查一次 如果他认为就是你自我披露 这个报告是没有问题的 跟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给你达成一个和解协议 要求你去赔偿一定的金额 但这个金额就会比较小 就像前面我们刚才提到啊 就是OFAC跟美国公司曾经达成过 四个和解协议 那么这个和解协议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里面处罚的金额 大概只有几百万美金 那么包括10月11号的时候呢 这个和解的金额呢 是2400万美金 其实这个金额相对来说 比那个OFAC他一旦动不动就处罚 或者说把你放到SDN清单 或者是说呢 就是几亿哈 或者是几十亿的这种美金的这种发展 相对来说后果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是属于测试阶段 那么除了测试阶段呢 还有一个审计 那么审计的阶段呢 就是可能需要你自己公司内部 每一年年度的时候 需要进行一个内部的审计 那也可以聘请外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去出这样一个外部的审计报告 那么一般外部的第三方的审计报告呢 在OFAC那里 他会认为是更有公信力的一种品位 针对加密币行业 在测试阶段呢 OFAC认为有几个关键点 需要去进行关注 第一个呢 需要进行这种制裁名单的这种筛查 制裁名单的筛查 你要不时的去检测 你现在的这种制裁名单 是不是仍然有效的 第二个呢 就是要涉及到一个关键词的筛查 就比如说你针对有一些特别敏感 或者是特别敏感的一些地区 或者是说特别敏感的一些人员 你要设定相应的一个 关键词的一个清单 去进行这种关键词的筛查 第三个呢 就是针对这种IP地址的封锁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IP地址 它是属于这种传统被制裁的国家 位于这种传统被制裁的国家 你可能需要去把它的IP地址 去进行相应的封掉 这些呢 是针对虚拟币行业 OFAC认为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么合规架构的搭建 第五个部分呢 就是培训 那么培训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你前面所有的这种 领导的支持已经有了 你合规就是你的风险点在哪里 你已经找出来了 那么你也已经相应的设立了相应的制度 去防控这样的一些风险 而且呢 你不断的在测试你的这种合规架构的 它的这种有效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为了形成 就是让全员都能够遵循公司的 这些内部的制度 提高这种合规意识 所以要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这种合规的培训 创建公司的合规文化 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接触到 就是如果一个公司它有合规文化 和一个公司没有合规文化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比如说在我们入场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够感受到 那么在合规培训的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它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要进行这种高管的管理层的培训 那你首先要让高管本身有这种合规意识 要让他知道如果违规的话 可能会对高管本人 其他的家人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提高他的合规意识 一旦领导的合规意识提高上来之后呢 你下面的这种合规的工作 就比较好开展 这个是属于对于管理层的一个培训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业务人员的一个培训 那我们为什么要对业务人员去进行培训呢 就是他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关键点需要去注意 因为他们是属于守在这种业务的第一线 那很多的违规行为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操作的不当而导致的 所以要对他们去进行重点的培训 让他们了解公司的合规政策 第三个呢 就是我要进行全员的培训 要让每一个人来参加培训 那在这种培训下面呢 主要是强调这种合规文化的建设 让每一个人都有合规的意识 那么在虚拟货币的这个行业 如果你去进行相应的培训的时候 OFAC就提醒你注意 你一定要关注到就是各国不断的 对于这种加密币 它的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措施 和不断新出来的这些案例 那么这些案例呢 需要去对于相应的员工 去进行相应的培训 然后呢对于一些制度的升级 让他们在需要让业务部门知道 在他的实际过程操作 业务操作的过程当中 能够知道应该具体要怎么样去做 这个是属于加密币行业 培训的一个重点关注的点 前面我们讲完了美国 对于加密货币的经济制裁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啊 讲完了美国之后呢 我们再简要介绍一下 新加坡对于在加密币行业 它的相关的一些 经济制裁的一些情况啊 那么我们发现呢 其实新加坡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市场 它针对加密币 并没有出台一个专门的 加密币的经济制裁的 相关的一些规定 新加坡跟经济制裁相关的规定呢 主要是它的主管机关呢 主要是新加坡的金管局 那么新加坡金管局呢 它曾经出过一个金管局的条例啊 那在这个金管局的条例里面呢 会涉及到一些跟经济制裁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新加坡它遵循的这种制度呢 就是说它要遵循联合国的经济制裁相关的一些制度 那么针对联合国相关的一些经济制裁制度呢 跟美国的制度相比就会相对来说简单很多哈 新加坡经济制裁它适用的主体呢 主要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在新加坡的人 所以在新加坡的人 当然包括在新加坡的自然人和在新加坡设立的公司 那么还包括呢 这些新加坡人在海外 那包括就比如说一个自然人 新加坡的自然人到了国外的公司 到了新加坡境外哈 还包括呢 新加坡境内设立的这种公司 在海外的这种分支机构 是需要遵循相关的 新加坡经济制裁的相关的一些规定的 那么针对就是我们现在加密币 整个的行业的这种产业链 转移到新加坡之后 那如果你在新加坡设立的实体 或者是说你的高管里面有新加坡人 那么你是需要去遵循 新加坡法向下相关经济制裁的规定 那在新加坡经管局的网站上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 经管局已经明确说了 我们要遵循联合国的经济制裁相关的规定 并在网站上公布了 他们主要针对的这种制裁的八个国家 这都是联合国制裁的国家 被内化到了新加坡法里面 那包括传统的这种被制裁国家 比如说像刚果 利比亚 伊朗 朝鲜这些国家 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呢 它也会有相应的这种制裁的清单 那么它根据这种经管局的相关的规定 那你是不能够跟清单上的实体 去进行相应的交易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公司 那么你其实是需要 也是需要去进行KYC 去进行这种黑名单的检索 看跟你交易的客户里面 有没有在这些黑名单里面的 经过比对啊 就是美国和新加坡相关的 经济制裁的这种制度 我们就发现 其实你只要履行了美国相关的 经济制裁相关的一些规定 基本上也已经能够涵盖 新加坡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了 因为你在做KYC程序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这种KYC的供应商 它可能已经把新加坡 美国联合国 各个国家的这种黑名单 全部收录在一起了 你其实进行一个 总体的一个检索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 来跟大家做交流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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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一切合作的 需要作用 从费用 到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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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状 在每个角落 所以我们 我们 帮助你 抗战 它 All that 我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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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